普京在演講的強調 全球發展中心已經轉移到亞洲 俄羅斯向東轉已經啟動了 面臨著百年尾遊大扁局 俄中兩國必須抉擇 新時代的發展目標和道路 我們和俄羅斯的深度合作 會不會影響我們 在國際的地位和發展呢 這就是中國 聽張維維說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就是中國 讓我們一起在這裡讀懂中國 也讀懂世界 在今年的六月初 俄羅斯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 如期舉行了 作為俄羅斯最具有 國際盛名的大型的經濟論壇 在受到西方制裁的背景之下 今年的參會人數 卻是創下了歷史最高 那我們今天也以這個論壇 作為一個窗口 來看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 我們演播室的兩位嘉賓 一位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 張維維教授 歡迎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呢 也是請到了一位特殊的嘉賓 她是來自俄羅斯東方研究所的副所長 劉宇維教授 歡迎 好 我們先把演講的時間 交給兩位嘉賓 稍後我們開啟現場討論 有請張教授 今年六月初 應俄羅斯外交部的邀請 我去俄羅斯參加了聖彼得堡 國際經濟論壇 這俄羅斯最重要的大型經濟論壇 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多級世界的基礎 構建全新增長點 來自一百多國家的一萬兩千多各界人士 參加了論壇 普京總統做了主旨演講 其中有幾點給人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一是他對全球大勢的概述 他認為世界各國現在都在加強三個方面的主權 也就是國家主權 文化價值觀主權和經濟主權 我想這種論述對我們也有一定的起敵 二是他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判斷 他說中國已經是世界頭號經濟體 而且大幅領先第二名 他沒有說第二名是誰 誰都知道他指的是美國 這也是我們在這個節目裡多次講過的觀點 中國經濟規模根據購買力評價 早在2014年就超過了美國 迄今已經整整十年了 普京接著又提到根據購買力評價 印度是第三名 但他也指出印度所在的南亞地區出生率高 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較低 但經濟增長迅速 塞纳士關於俄羅斯經濟 他說我們俄羅斯的目標 是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此時他脫稿講了一段話 他說上週世界銀行進行了補充計算 根據購買力評價 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四位 還在日本之前 此刻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聽到掌聲普京提醒大家不要驕傲 他說雖然我們領先了 但我們領先日本 領先德國的幅度非常小 我們還要繼續鞏固和加強這種領先 何況人家也不會停止不前 你看印度尼西亞就緊隨其後 印尼的人口增長很快 經濟發展迅速 所以對我們俄羅斯來講 確保長期持續的高速度 高質量的增長至關重要 普京銀這個數據是今年5月底 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 也截至2023年底 根據購買力評價 世界經濟排名一次為 第一名中國35萬億美元 第二名美國27.4萬億美元 第三名印度14.6萬億美元 第四名俄羅斯6.45萬億美元 第五名日本6.3萬億美元 那麼根據這樣的統計 中國今天的經濟規模 大約是5.5個日本 為美國經濟規模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八 俄羅斯帶頭使用 我更認為相對而言 更加實事求是的購買力評價指標 這本身也很有意義 過去俄羅斯長期使用 按官方匯率以法計算的 這個民意基地平 結果大大低估了自己的經濟規模 結果那是等於是向西方示弱 換來的是北約五次東闊 和對俄羅斯的不斷的羞辱 現在俄羅斯領党 幾乎只用購買力評價 至於標準 來評估自己的經濟規模 普京接著談到了俄羅斯經濟發展 和結構調整的情況 他指出去年俄羅斯的GDP增長率 為3.6% 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他還特別指出這種增長 主要來源於非資源領域 大家知道就蘇聯解體前後 俄羅斯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 也走上了脫時勿虛的道路 而且長期依賴出售各種資源產品 那麼普京主政後這種局面 有所改變 普京這樣說的 2023年俄羅斯的製造業 建築業 物流業 通信業 農業 電力供應等非資源型產業 增長率高達45.5% 有人說俄羅斯經濟已經變成了戰時經濟 所以增長率比較高 但從我們在俄羅斯實地了解的情況看 這些年俄羅斯重建實體經濟 會否發展製造業還是很有成效的 大批中國企業積極投資俄羅斯 儘管俄羅斯遭受了一萬五千多項 各種各樣的西方的制裁 但俄羅斯的市場依然繁榮 日常生活用品供應十分充足 來自中國的許多商品 特別是汽車 手機 家電等隨處可見 普京還談到俄羅斯進出口貿易大幅增長 而出口結算中使用不友好國家的 有毒貨幣的份額減少了一半 盧布本身的使用比例已接近40% 那麼有毒貨幣這個概念 最早是俄羅斯學界 用來描述美元等西方貨幣的 現在普京等俄羅斯領導人也廣泛使用 展現俄羅斯對美元等西方貨幣 自己的獨到的見解 值得我們的思考 普京在演講中特別強調 全球發展中心已經轉移到亞洲 我們應當離這些發展中心更加近一些 俄羅斯向東轉 並不是出於一時的考量 這個進程實際上已經啟動了 這種轉向正在全球範圍內發生 普京演講結束後 主持論壇的俄羅斯資深政治學者 卡拉加諾夫向普京提了一個挺有意思的問題 他說當年彼得大帝專門建了一個新的城市 聖彼得堡 為了打開通向歐洲的窗口 他因此而載入史冊 為什麼你不能做一個決定 在遠度建個像聖彼得堡這樣的大都市 普京這樣回應他 俄羅斯可以考慮建立第三大城市 但他又指出這樣的事情 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來推動 而是要通過創造有吸引力的條件來完成 普京說當年建設聖彼得堡 確實因為世界經濟中心在歐洲 現在世界經濟中心已經轉到了亞洲 所以我們必須面向亞洲 大力推動俄羅斯遠東經濟的發展 普京總統訪華期間專門訪問了哈爾濱 中國外長王毅也訪問了俄羅斯遠東地區 包括伊爾庫茲克市 我想這些都是中俄加快俄羅斯遠東 合作開發的一些重要的信號 王毅外長在訪問伊爾庫茲克的時候這樣說 他說中國正積極推進中國的現代化 俄羅斯正在加快遠東開發 兩國合作面臨歷史性的基因 而地方合作是中俄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自己也認為中俄共同合作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 雙方都能獲得巨大的利益 從中國來說這有利於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長期的能源和資源保障 從俄羅斯角度來說這有利於改善俄羅斯的 經濟的空間佈局 行著新的增長基因 那麼歐亞板塊的合作是這個論壇的一個重要議題 俄羅斯副外長潘金在發言中指出 這是一個巨大的板塊 擁有許多古老的文明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而且是一個自然而然連在一起的 一個完整的板塊 這邊大陸上有50億人口 雖然當中還有次區域 比方說是東南亞 南亞 西亞 以及各種各樣的合作機制 比方說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上海合作組織 俄羅斯推動的歐亞經濟聯盟 但是在這個歐亞板塊沒有集團政治 大家可以取長補短 合作共盈 在支付體系 在多勢聯運 在新基礎革命等許多領域內 開展各種類型的合作 這裡的人民有自己的文明傳承和價值觀 但從來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 他們清楚了解自己的利益和別人的利益 並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展合作 讓我們先合作起來 歐洲未來也可能加入我們 最終實現從葡萄牙的里斯本 到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 整個歐亞大陸的全面合作 我們據報導6月14號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外交部領導層 召開會議 提出歐亞大陸建立以平等和安全 不可分割為特點的安全構架 所有潛在參與者均建立對話機制 這個機制將對所有的歐亞國家 甚至北約成員開放 想讓俄羅斯把整個歐亞大陸 作為一個整體再進行全面的佈局 這是富有元件 值得我們重視 俄羅斯國際關於學者盧嘉寧也說 普京總統對朝鮮的訪問 就是這種歐亞安全體系的開始 俄羅斯與朝鮮簽訂這個條約 對亞洲安全結構有重要影響 因為它包括了一旦受到侵略的時候 互相提供援助 俄羅斯的目標是要把西方軍事力量 從歐亞大陸趕出去 論壇還有不少精彩的論述 比方說奧地利前外長克納斯爾 在發言中這樣說的 北約已經陷入混亂 但從來沒有從過去的經歷中 汲取任何教訓 2021年剛從阿富汗狼狽撤軍 北約就跨入了烏克蘭危機 歷史上亞利山大大帝就說過 阿富汗是不可能征服的 然後拿破崙和希特勒的失敗也表明 俄羅斯不可能被征服的 但西方就是那麼的傲慢 就要硬綱阿富汗 硬綱俄羅斯 這種傲慢無知也體現在對中國的態度上 他說我擔任奧地利外長的時候 那是2017年到2019年 我到歐盟外交主管部門去問他們 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對上海合作組織等等 歐盟有沒有什麼經過深入研究 形成的共識或者是立場文件 得到的答覆是沒有 他說這是典型的歐洲中心組 英魂不散的表現 這些西方人只知道池塘 不知道池塘之外還有大江大海大洋 一個中東國家外長也說 美國和歐洲向烏克蘭提供大量的武器 但烏克蘭是歐洲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許多西方提供武器 早已流入西亞 北非 乃至歐洲一些國家的民間 他說我預測不久 歐洲會變成恐怖主義的溫潮 一位俄羅斯哲學家說 我們推動建設多極世界的哲學 其基本特點就是 所有民族 所有國家一律平等 不能有一些民族和國家 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天選之名或不可或缺的國家 正是這種天選之名 不可或缺的國家這種心態 歷史上帶來了奴隸制度 導致許多殘缺人寰的 種族滅絕的悲劇 現在他們還在蹂躏其他國家 造成無數森林土壇 那麼他說我們多極世界哲學 是很簡單的 那就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人民都是兄弟姐妹 一位俄羅斯資深官員被問及 俄羅斯這次向東轉 是一時的還是長期的 因為俄羅斯歷史上 一直有清西方派和本土派之爭 那這位官員說 這是俄羅斯300年來的最大的覺醒 我們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是俄羅斯文明 我們是文明型國家 這位資深的官員說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俄羅斯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 開始後不少清西方的俄羅斯人 離開俄羅斯投奔西方 但現在紛紛返回 為什麼 因為西方社會歧視他們 即使他們支持烏克蘭 西方人和海外的烏克蘭人 還是歧視他們 另外他們也懷念家鄉 想念家鄉的菜肴 許多人的資產還被西方扣押 他們手推還沒錢了 這件事他們紛紛選擇返回俄羅斯 總之這次論壇中提出的 許多問題和思考 範圍之廣 領域之多 內容之深 值得我們中國人的思考和借鑒 好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邊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所副所長 劉宇偉教授給大家演講 謝謝大家 俄羅斯總統的大選 並於今年3月15到17號成功舉行 因此在畢特堡論壇發言的時候 不僅它所選佈的不再是候選人的承諾 而是為確保俄羅斯戰略發展 必要的具體行動的計劃 在論壇上不僅一開始指出了 論壇的形勢允許我們特別管助 我們發展的經濟議程 管助正在發生的質量和結構性的變化 這些變化需要我們積極和具體的支持 環境化不僅在畢特堡的發言時 一直到2030年經濟發展計劃的 具體化和喜化 這些質量的和結構性的變化是甚麼呢 不僅報告中提到的共有10個 重要的結構性的變化 第一是對外經濟關係的變化 第二實現經濟增長的新質量和新內容 第三得到勞動力失常的新質量 第四提高經濟的效率 第五真正的數字平台的革命 第六是現代基礎和雙型產品 少前大力地加滿所有經濟領域 第七加強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八挖掘俄國各個地區的潛力 第九建平和建平服差距 增加俄羅斯家庭的收入 第十提高俄羅斯家庭的生活質量 不僅總統在經濟論壇的指出 違約動擴 惡務衝突和西方制裁 都無法弄壞俄羅斯的經濟 而是相反 他們為俄羅斯帶來了衝建和加強 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礎的急遇 面臨著百年為由的大扁局 俄中兩國必須抉擇新時代的發展目標 和道路為了走向未來 兩國都要反行歷史的教訓 穩古而置信 同時必須承認 俄羅斯現在必要學習中國 改革開放的經驗 在二十世紀 中國經歷了至少四次 所謂的一額未食的學徒期 第一次在1917年十月革命 發生以後的二十年代 中國在蘇俄的援手下 學習革命科學和建國簡當的經驗 那時候孫種山就提字寫成 一額未食的名言 第二次學徒期的 事於在1949年 隨著新中國建設的出氣 第三次學徒期 則是於改革開放的時候 當時鄧小平成功地應用了 蘇俄二十年代新經濟政策的經驗 與此同時 中國也很努力地學習和採拿了西方 美國 歐洲和亞洲 日本 韓國 新加坡等 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成就 第四次的學徒期是中國 學習蘇聯負面的教訓 一邊避免類似蘇聯解體的大悲劇 說到蘇聯在1985年 也開始蓋巴丘福的所謂的改革 不過當時的蘇聯領導人 都沒有頭腦和能力 學習並實踐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經驗 蘇聯政府忽略了利用 一中為師的方法來成就蘇聯 蒂鼓了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長處 這句大錯誤成為了蘇聯改革的崩潰 和1991年解體的前提之一 目前 俄國要命領著選擇性命運 和其他挑戰的關鍵的時刻 但不能再重複以前的錯誤 俄國必須深刻地研究中國寶貴的經驗 在維護本國的主權和獨特的文明同時 俄羅斯必須學習中國最好的經驗 包括處理危機 指定目標 規劃和方法 明確國家夢 主動民情和別的經驗 說到中國的經驗 俄羅斯很值得繼續尋找能夠 團結俄羅斯人民的俄羅斯之夢 加強人民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作為一個學者 我也必須提到 俄國的政府要想辦法提高 全國學者的社會地位 提高科學界在俄羅斯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正如布景總統所說了 除了原材料以外 俄羅斯還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向中國提供 因此基於爽硬的原則 中俄雙方可以對接一俄衛視 和一中衛視的做法 互學互見 同舟攻擊 功課難關 好 歡迎回來 本節目是由中國新一代高端白球國園 特約播出的 剛才兩位教授都給出了演講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 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 它是俄羅斯向西看 擁抱西方的一個重要窗口 也深刻地影響了俄羅斯 整個國家的歷史進程 那在這樣的一個經濟論壇上 您看今年的趨勢是向東看 這個也是看到了整個世界 經濟格局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我想問一下張教授 您在現場那種感性的感覺 大家可能會認為俄羅斯戰爭這些年 包括俄羅斯大受激方制裁 是不是整個會場的那種情緒 可能會比較低 今天我是去俄羅斯去了三次 聖彼得堡和莫斯科 最大的感覺就是 沒有影響多數人的生活 也是我們跟志願者聊天 我說你們是大學生 怎麼有感覺的變化 我們這個志願前線 搞一些活動什麼的 其他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會場的氣氛 我覺得這個是有俄羅斯的特色 你看給我們發邀請 含的是外交部 但是下面組織呢 是研究機構 民間機構 社會團體 民間的力量 把它活力給調動起來 俄羅斯因為它 意識耐太在打上了第一線 所以這個迫使它 把自己的這個非政府組織 這一塊也發展起來了 根據我看到的統計 簽約的合同 這個成交的貿易額 投資額 都是歷年來最高的 對 就像您剛才說到 這種會場的氣氛 其實這是大家去觀察一個活動 非常重要的一個維度 我也想問一下劉教授 您應該也是多次參加過 這個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 您這一年的論壇感受是怎麼樣 因為我常去這個論壇 我發現來自中東的人多得多 而且我還可以補充一下 來自歐洲的商人還是有的 比方說來自意大利的 他們不怕制裁 他們也不怕在現場的論壇採訪 他們說我們要繼續做生意 這可以說是西方民間的對策 對 並不是所有的西方人接受 西方的制裁 我補充一點 俄羅斯因為它是明確 就是蘭什利在打仗 所以他把能夠請到的 西方社會的持不圖政見者 他們公開說的 這是美國的政見者 來自美國的持不圖政見者 他全都請了 給他們發言 很有意思 對 另外聖彼得堡經濟論壇 它的主題之一 叫做多極世界的構建 你看這多極世界裡頭 就包括了許多新興的經濟體 然後剛才也說到了 您對這個論壇的觀察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要重視歐亞大陸的 連接在一起的力量 這個是不是這些年來 越來越明確的一個趨勢 這個是現在俄羅斯 這個非常突出牆的看出 看它的媒體的報道 和學者研究的重點 整個聚焦都是這個板塊 所以很多做法 很多思路值得我們接見的 我就以他們的東方所為了 因為俄羅斯還有一個傳統 就是認認真地 扎扎實實地做研究 有大量的學術的積累 我看你們的研究所 對這個中東這一塊的人脈 非常熟悉 各派都可以搭得上話 所以在國際政治關鍵是說 各派以後 可以一起請到莫斯科來談 但俄羅斯對我們就是促成 沙特和伊朗的這個和解 他們說這也很佩服 很了不起 剛才劉教授也說 這一次的會場上 您看到來自中東的朋友很多 我想問一下你們平時對中東地區 各個國家的研究是 深入到什麼程度 能給我們舉舉例子嗎 我們是俄羅斯科學院 歷史最長久的研究所 我們東方所已經有206年的歷史 真的 那麼長 所以我們研究向東方轉 或者看東方已經不是一兩年 而是二百多年 我們研究的反位 也不只是歐亞大陸 也包括從北非馬洛克 一直到澳大利亞和日本 而且是我們除了研究 傳統的東方歷史文化以外 我們當然有很多專家們 研究當代的歷史和當代的 比方說中東的衝突 像包括西里亞的衝突 我們專家們不只是一兩次 參加這些處理這些衝突的 一些過程和談判 比方說我們東方研究所的 南文庭院士 最近發生這個架設的衝突 俄方邀請巴勒斯坦各個組織 到俄羅斯進行下台 我們南文庭院士 他當過主持人 後來這些談判結束後 我們俄羅斯的外長 拉夫羅夫 他參加一個新聞發佈會 他三次感謝我們的南文庭院士 兩次提到了東方研究所 這就是代表我們學者 參與解決黨情的問題的參與度 對 所以您看劉教授 剛才這一段介紹 其實打開一個窗口 讓我們了解俄羅斯學界 另外就是我們講的歐亞板塊 這個也是自然而然延伸開來 巨大的板塊 而且現在非常關鍵是 這個板塊中間最完整的兩個大國 中國和俄羅斯關係非常好 從地緣政治來說 就是核心的完整的板塊 它的力量就大 破碎板塊整合起來非常難 但現在好在什麼呢 就是在亞洲這一塊 就是中國和東門的關係 非常好 而且不光是經濟往來 就我們和東門的貿易額 遠遠超過美國和東門的貿易額 民間關係也比較好 然後呢支持美國的日本 韓國菲律賓相對比較孤立 還是破碎的板塊 歐洲那邊呢還沒有整合起來 所以我俄羅斯一些學者講的觀點 這個是一個大的板塊 我們先做起來 最終來歐洲來加入我們 當時那個俄羅斯外交發言人 叫Saharo 他說歐洲變成我們的backyard 開始一種偶要自信 對 那另外我們在關注這個 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關注 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大的經濟體 對於自己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一種判斷 那剛才演講當中你也特別說到 他其實非常注重 要強調他內在的一種經濟發展的活力 比如說以往我們知道 能源是俄羅斯的強項 但是這些年來俄羅斯越來越注意 處於在非能源板塊 它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您能不能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方面的情況 我覺得是在處於現在的很複雜的情況下 俄羅斯不得不重組 改變自己的行為和規劃和預測 比方說不停演講中提到了 現在是俄羅斯和所謂的 有益國家的貿易總額已經等於四分之三 而且還要擴大 另外是過去俄羅斯從90年代以來 我覺得過度以來有進口了 所以這一次不停特別聽到了 俄羅斯規劃直到2030年 把進口的比重減少到17% 就是要做生意 引出夠要平衡一點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重組的一個表現 您看剛才劉教授介紹 普京對於俄羅斯國內經濟未來發展的 這樣他的一個思考 雖然說俄羅斯的整個經濟發展模式 它以前以能源為主 現在要轉向 這個是因為整個外部環境發生的劇烈變化 對俄羅斯產生的巨大壓力 但是咱們中國一直有一個詞叫危機 雖然這是危 但是俄羅斯人也敏銳地看到 它的這個轉型裡頭對它來說 是巨大的機遇 因為如果不是這麼大的 來自於外界強有力地推動的話 它這種轉型它會發生的慢一些 可能甚至還有些不情不願 但是現在這個轉型 你就不得不去做 但是這個長遠的轉型 卻對國內經濟是有好處的 政治學或者經濟學裡面 都提到概念叫resource curse 就是資源詛咒 就往往資源多的國家 也是反而發展不好 或者是容易陷入戰爭 特別非洲資源多的國家 變成大國爭奪的地方 然後有些國家 因為靠資源我就可以發財了 然後反而經濟發展得不平衡不好 我想俄羅斯現在注意到這個問題 沙特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都在經濟轉型 對 資源很豐富的一個這個因素 關鍵問題是政府怎麼樣 對待處理這個問題 對 所以比方說在蘇聯時期 蘇聯的經濟效率很低 所以他們都是也是 依賴於出口石油 所以參加那個冷戰的競爭 他們就輸給西方國家 現在我們面臨類似的挑戰 我們現在政府現在比 當然是比蘇聯的時候 是表現和能力和強得很多 所以我們大家希望 他們還是有辦法來挑戰自己的政策 不僅在論壇上也提出了 除了原料以外 俄羅斯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對 可以出口 對 其實他也要把這些重工業也好 輕工業也好生產的板塊 全部都激活出來 他不僅可以自己國內經濟繁榮 也可以做很多的外貿出口的工作 這個我們和俄羅斯學者交流 對 他們說這次衝突帶來幾個好處 一個是長期以來 就是親西方的這個勢力 在俄羅斯迅速走帥 另外就是經濟上逼得俄羅斯 不得不轉型 加速轉型 然後恢復製造業 它就很快就起來了 我們坐莫斯科的地鐵 有一部分車輛是我們中國提供的 那個也有俄羅斯自己的 它有這個實力的 就要把它恢復起來 對 接下來的時間 開放給我們現場的觀眾 聽聽大家對俄羅斯這個國家 有哪些問題想要交流 來 歡迎這裡 兩位老師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黃玉凱 目前正在攻讀 國際關係的碩士學位 今年是中俄建交75週年 也是中俄文化年 隨著經濟交往的加深 文化交往的加深 也是勢在必行的 這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文化 或者是認知上差異的問題 我們應該怎樣解決呢 實際上 中國人這個接觸俄羅斯文化 會總之要有一種親近感 因為在很多地方 它的相同之處 大於不同之處 比方說都重視家庭 重視母親的作用 宗教和政府的關係 就是比較和諧 然後經濟中就是 只要有國有部分 也要有民營部分等等 所以然後呢 俄羅斯又經歷過 新自由主義的一套 帶來的危機 我們這次在俄羅斯 也做一些調研 過去我們以為就是 蘇聯解體 葉利欽上台 然後可能有兩三年 俄羅斯普通大本 生活質量迅速降低 或者三四年 但我們現在了解 也整整十年左右 就是生活質量非常不好 所以大家為什麼感激普京 就是很明顯 就普京主政2000年開始 俄羅斯經濟開始 逐步逐步地好轉 人家可以感覺出來的 然後你問俄羅斯普通人 他說最大變化就是安定 不折騰 中國你看任何民調 這個安定是第一位的 中國社會是和諧 安定的 那麼這些就是 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 就是我們講文明性國家 它有深厚的人民和深厚的文化 這是大家的基礎 那麼對中國人來說呢 我們對於這個蘇聯時期 傳到中國來的蘇聯文化 俄羅斯文化都有很清晰的記憶 就是五零後 六零後 七零後 甚至更晚 都會唱蘇聯歌曲和俄羅斯歌曲 一聽到就很親切 同樣現在你到莫斯科去 是他們在蘇聯熱 在明顯地返回 這些都是我們兩國這個文化 互相理解 互相交流很好的基礎 我覺得中國人說是冰冬三尺 非以日至寒 所以俄羅斯和中國的文化交流 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 我們相互的理解是相當廣泛的 可是還是可以加強 需要比較平衡一點 比方說中國的長輩 老一代 他們比較理解俄羅斯的文學文化 可是說到中國的年輕人 是不是這樣 希望他們有興趣多一點理解 所以我大概十五年前 我們已經開始討論 這些交流的問題 我當時說我們要相互拉近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生活環境 我們每一方也都要走 向前走三步 第一步是了解自己 我是誰 然後把自己介紹給對方 第二步就是認識對方 第三步就是截著對方的眼睛 更多了解自己 這就是中國人和習主席常說的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這是最好的辦法來理解對方 進行有效的交流 劉教授說的這個三步 真的是很有意義 非常生動 那我想確實可能我們需要 從年輕這一代開始 他們要多多加強交流 多多走動 多多來往 好的好的 我們再請這邊的朋友 一起交流 來 歡迎這邊 對 我是顏雪柯 來自周總理的故鄉江蘇淮 就是70年前周總理 他正式完整地提出了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他為我們後來的國際關係 和多邊合作 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價值 立足現在 雖然我們一直秉持著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但是現在和俄羅斯的關係 越來越近 我們和他的深度合作 會不會引來西方世界的 諸多不滿 影響我們在國際的地位和發展呢 謝謝 張老師我想補充問一下 因為這位朋友提到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會困惑 就是說我們這個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它的基本的點放在這兒 但是我們現在跟俄羅斯 走得這麼近 這是不是跟這個 五項原則的一些 基本的內容 會有一些不一樣 可能有的人 會有這樣的困惑 能不能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這五項原則 催生了一個強大的 不結盟運動 中國自己也是一個 最大的不結盟國家 所以這個給世界帶來了和平 至於中國關係 我們現在也是的 非常明確 不結盟 對 但是我們是全面的 戰略夥伴關係 這種新型的關係 我們叫朋友圈的關係 而不是這個集團政治 所以我們也不干涉 俄羅斯內政 俄羅斯也不干涉中國內政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至於這個俄烏衝突 一定要注意到 我們一直講 它背後是北約五次東擴 再這樣扣下去 肯定要發生衝突的 就和平共主團的原則 它是一個前提的 如果你違反這些前提 你要干涉內政 你要搞集團政治 對不起 我制止你的 特別是你有實力的時候 就要制止它 對 我覺得您剛才這樣一解釋 我相信這位朋友 就明白了 好 聽一下劉教授觀點 我覺得我們俄羅斯和中國 兩個大國和兩個偉大的人民 開展我們雙印的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 就可以了 不在乎他方滿意不滿意 他們對我們不滿意 那我們對他們滿意不滿意 比方說 所以當時我們老百姓很不滿意 甚至不可以接受 另外比方說 剛才又提到的 北越五次東闊 我們會不會滿意 我們當時非常不滿意 又很反感 1999年北越轟炸南斯拉夫 轟炸了中國的大使館 那中國人滿意不滿意 所以這樣的看法 我覺得是不值得考慮 而且是我們各有各的要求 比方說從歷史角度來看 在中國一百年前 五次運動怎麼樣出現的 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年輕人 對凡塞爾的條約 不平等條約很不滿意 所以他們就是表示抗議了 1917年發生了一個社會革命 當時俄羅斯第一次 對於西方國家的 帝國主義的制度 公開的挑戰了這個制度 所以西方國家 帝國主義的國家 當然很不滿意 可是中國人當時 和全世界的一些 北亞坡的民族 他們都很喜歡社會革命 甚至中國開始學習 俄羅斯革命的經驗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是這樣發起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覺得現在情況 有點類似一百年前的 現在俄羅斯又一次 挑戰了整個西方 他們雙重的標準的制度 所以才有這麼多第三世界國家 和東方的國家 和全球南方的國家 他們支持俄羅斯 對於這個雙重標準的挑戰 對 現在張老師在演講當中 也引用了普京在這個論壇上說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上的 這些國家要追求的三種主權 其實一個國家發展到好 走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 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當一個國家獨立自主 就像一個人獨立自主 自信的時候一樣 他會堅定地去做自己 認為應該要去做的事 我們今天從聖彼得堡 到國際經濟論壇出發 我們看俄羅斯這個國家的發展 也看中國跟俄羅斯的合作 但非常重要的一點 其實是看全球的發展中國家 新興經濟體可以在未來 有什麼樣的作為 這個作為不光光是 從經濟的角度 民生的角度 更是對全球安全角度來說 都是有具足輕重的意義的 不同觀點可以互相討論 辯論 我們一點都不害怕 競爭 中國人 你要自信 這就是中國 聽張維維說 這就是中國 聽張維維說 再次感謝兩位 謝謝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 謝謝 了解更多節目文章及音頻 請關注這就是中國 今日頭條抖音官方賬號 以及節目微信公眾號 讓我們一起定位中國 讀懂中國 這就是中國 聽張維維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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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